周神,这手牌拿到了对九,选择平尻 谭轩拿到了短牌里边最差的勾六 相当于二七啊 谭轩要怎么操作这手勾六呢 谭轩这里边做了一个race啊 咱先把这个谭轩的操作说出来 是不是我就觉得谭轩吧 老做这样的操作 我看别人也做过这样的操作 就是有没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感觉我的气势到了 现在我气势运势正胜 然后我就任何牌都会一起race 是不是 我气势到了感觉我强 我特别强 这个时候我会拿任何的牌去起race 这手牌谭轩用最差的牌 抢下了一个底词 这个是艾伟 我刚开始乍一看去 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像艾伟 然后仔细一看又觉得不是艾伟 左下角一瞅 这真的是艾伟啊 这种打扮啊 总是有点感觉像谁 也像一个挺有名的人 麦迪 总感觉像谁啊 艾伟 AQ 接奥令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 艾伟的胜率领先一些啊 其实德州补克你能有55%的胜率 你长期打这个游戏哦 发财了就 哦艾伟翻牌落后了 对方击中对勾 有没有AQK 顺子 一对 有没有两对啊 没发出来啊 艾伟被淘汰出局 获得11名 迈扣张八九 不玩啊 还是少在最差的位置玩一些胜率 没有那么好的结构牌啊 周神勾圈同色 考A6同色 哦A6同色也没有去玩啊 没有去浪 谈轩就不一样了 A8 考 三人地尺 那帽子上是字还是有点 那个刺绣的那个感觉似的 有中国节那种感觉似的 来看这个翻牌 这个周神这个牌 看起来无限好看 90勾圈 买上下两张铜花顺 谈轩什么货色都没有啊 有点后门顺后门花 这牌谈轩直接投机啊 谈轩现在筹码非常的多 700多万 下注11万 杰森困的九不玩了 觉得这九一对长远打下去不太好打 因为这个牌的相关性真的挺强 周神这里边仅仅是尽啊 又来一张石 这张石对周神来说不是太好 他本来买花买顺 库文跑得有点贝勒 库文是葫芦 就是买花买顺 尤其是买顺 没有葫芦大了 就不太好 对于周神而言 谈轩这里边 他觉得不太好扮演牌了 谈轩这里边 谈轩运气非常好 集中八一对 谈轩是葫芦 周神是八九十勾圈的顺子 这发出三张石 对周神没有那么友好 这里边谈轩没有必要打 因为他打你说 没他好的牌会跑是吧 中九一对 谈轩打九一对也会靠他 所以这盒牌不用打 周神一看 早知道我应该打得猛一点 翻牌应该瑞斯 差一颗瑞斯 咱们这手牌从转牌开始看 谈轩现在就是90勾圈 花顺双抽是吧 谈轩这里边 要进行一个半投机吗 这个牌其实 偷击起来 别人的气排率也没有那么好 因为这个牌的相关性太强了 完全是一个四人地池 但是谈轩想了很久 还是选择 偷击啊 就是谈轩的偷击 他不是 这条街就完事啊 像谈轩他是在想 他转牌要不要偷 完他合牌再怎么操作 他都是 其实谈轩得万这种人 他都不是这个时候的偷击下人 他是很有可能 合牌再来一个中注 就这种给人的压力特别大 就像得万言先偷艾维似的 拿空气给艾维的A7都偷走了 那是一个特别大的地池 来看这手牌 合牌 谈轩 谈轩没有买上 他要的牌 但这个牌周神 这个牌还不错 十一对 现在68万的地池 谈轩现在有这张勾发的 不是特别适合投机啊 谈轩这里边就直接四人抵持 扮演大牌了 因为转牌 他是四人抵持打的嘛 他就有点硬扮演大牌了 是吧 四人抵持 他敢第二差的位置打 就直接演大牌 反正谈轩这个下注 其实挺像价值下注的 下了一个半吃多一些 周神这个十一对还可以 但这把周神可能感觉 谈轩真的 他敢四人抵持 第二差的位置 转牌那会下注 他可能觉得谈轩拿了一手强牌 选择了浮雕啊 比如是什么九勾啊 十勾啊 这样的牌 或者A勾啊 是吧 周神还是相信谭轩了 虽然前面那手牌 其实谭轩是在 偷鸡合牌中八 周神看见了 但是还是会被偷走啊 这种松胸 他对那种打得特别稳的人 特别有优势啊 现在比赛来到了 final table 谈轩拿到KK K10不玩啊 86也不会玩 K8勉强啊 HG位玩起来很勉强 A7应该会玩吧 A7在COA这牌还不错 库文我觉得怎么剃了光头之后 看起来有点偏女性化了呢 有那么一点感觉啊 加上库文那个眼睫毛的感觉 这个装卫这个玩家是 triple leader 有1100万啊 这里边用一张A的隔断章 加注到70万 这把弹旋是KK啊 弹旋不立位置 三人抵持 这里边喊弹旋怎么做啊 选择还是一个三拜特 是一副要给你打奥林的架势 这个能是AK吗 AQ杂色的有点勉强打 AQ同色的感觉 有点勉强的 不知道这张牌是什么 算了 毕竟弹旋筹码也非常多 这是一副要给你奥林的架势 靠进去弹旋 这就筹码 假设是靠的话 弹旋筹码就有些套匙了 这就是一副要奥林的架势 买口张 这手牌拿到了AK 三拜特到120万 弹旋七八算了 是吧 10K同色 要拼一枪吗 没有啊 没有必要 这A9也要玩吗 这个的筹码领先者老被挑衅 他可能有点情绪化 按理说他A9没有必要接的 因为麦克尔章 他是对很多人 起了一个三拜特 哦 这里边A9选择尻 也蛮奇怪的 我以为他要奥林呢 看麦克尔章后手筹码也不多 是吧 我给你跑一下吧 他尻起来也蛮奇怪的 因为麦克尔章后手很熟 奥林 其实尻和奥林的 翻牌奥林和尻的意味 也不是太多 差别太大了 这A9的胜率也不算低啊 还有接近四成的胜率 再看转牌 转牌发出一张9 吹破利的是有道理的 这个瑞尼运气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 麦克尔章运气非常不好的 被淘汰出局 获得第六名